大家好,我是Gordon 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爱多美奖金制度 这是为马来西亚团队的伙伴来预备的 爱多美事业首先是一个双广线 爱多美的奖金是要消费点数PV的对碰来产生的 当我们讲到PV的时候,就是point value 有个人点数跟团队点数来考虑 首先我们看个人的点数 个人点数是可以累积,而且是永不归零的 当你累积的时候就能够进入这五大级别 最低门槛是1万PV 1万PV就让你成为销售代表 30万就成为经销商 结束经销商需要70万 然后150万就成为代理商 240万成为精英代理商 1万PV大概花马币,就是66块钱左右 我们的奖金是小编的团队的PV 跟个人累积的PV来做一个对碰 第一层的对碰是30万PV 接下去就是70万,150万等等 个人的PV在对碰时候 过后领了奖金,不会归零 可是团队PV在对碰后就会归零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个人累积1万成为销售代表 这时你的小编的团队的消费 小编的团队就是那消费较少的团队 达到了30万 两者的对碰就给你个五分 大概是美金25块 就是100元在马币 公司的结算是每日结算 一个月会结算26天 第二个例子 在对碰后 你们的全部的团队的PV都归零了 第二天 小编的团队的消费达到了10万 因为只是10万 所以没有奖金拿 可是这10万的PV继续保留 直到下一次的对碰 第三个例子 如果个人累积达到了30万 成为经销商 而小编团队的PV是30万 你就会拿到15分 15分大概是75块钱美金 也等于大概马币300块 这就是我们安置奖金的一个整体图 给大家参考 重要的是 每日奖金有一个封顶 就300分 大概6000每这个马币左右 爱多美还有这个大师的级别 在大师里面都会得到一些贡献奖金 这大师分为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 玫瑰大师 星光大师 王家大师 王冠大师 跟尊王大师 首先进入的是要成为销售大师 成为销售大师 你要在两边下线达到250万PV以上 在一个月的15天里面 达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能够成为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就需要培养两线 各两个以上的销售大师 而物与类推就达到尊王大师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你这个贡献奖金会按着你的这个级别来平均分配给你 你可以看到公司的分配是从10%开始 然后进到5个% 2个% 1.2个% 直到0.3个% 公司这样的一个设计 是帮助销售大师 就是刚刚起步的 我们的事业者 能够更好的得到资源 除了贡献奖金 还有成就奖 每一个大师都有这个成就奖 而成就奖 除了现金之外 还有就是产品 跟旅游配套 还有一些额外的 看吧 就好像这玫瑰 你可以拿到韩国旅游 还有现金 新光也是有现金 跟韩国旅游 还有一些产品的配套 当你进入王家的时候 公司开始注重了你了 因为作为王家 你就可以得到信用卡的额度 而且你也进入了 我们所谓的比较高的收入的层 所以也能够在公司里面 给予一些意见 来帮助公司接下来的发展 王冠呢 你会发现到 除了旅游 现金 还有信用卡额度 还有房车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尊王 达到尊王的时候 你的现金 公司会给你100万美金 当中呢 也包括了办公室 还有秘书费用 还有司机 还有辆车子 爱多美呢 是一个国际的事业 是无限代的 马来西亚是爱多美 要开的第九个国家 所以呢 你在你的下限那边 可以加进不同的国际的人 只要爱多美在那开业了 爱多美的会员号 是可以聚成三代的 代表着可以传到孩子 和孙子那里去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 奖金的制度 如果要联络我们 这是我的微信 还有电邮 还有我的电话 张忠也包括 我伙伴的这电邮 希望大家呢 如果任何任何的询问 可以自由地来向我们 来联系 谢谢 谢谢